受访遭惹怒!杜问泽摔卖揍人! 香港讯,昨天,3月21日,杜问泽在面部透露,日前受有人直托接受一家网络媒体访问,无奈访问过程对方态度非常差,每道问题都在针对他,让他很是为难。 原本他按捺住情绪,希望能完成工作,可是对方却咄咄逼人,让他忍无可忍,当场摔麦克风走人,不愿继续接受访问。 气掉,事后太太甜嘴,你觉得他脾气太暴躁,让他不得不为自己反驳,其实有好多事情我都忍了,发出的脾气,都是忍无可忍才发的。 此外,他也向当初约访的记者喊话,反正我也没有东西要宣传,你爱怎么剪就怎么剪,我的命比铁还硬,你剪不死我的。 之后他还直言将来不会再接受不认识的记者访问。